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不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正义的这一套 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 是邪恶 正义的命令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教会 正义深意维持 我们还会有牺牲 我们还需要牺牲 直至一个新的中国诞生 获得彻底烟灭 如今的审计判 十点许 发生枪击案 约翰少校被打死 公文包没找到 这里是狙击点 沦陷时期是日军的一座军用化工厂 光复之后已经废弃 日军破坏得很彻底 除了厂房什么都没留下 平时这里很荒凉 公文包里有什么 青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举进约翰少校的目的 应该就是为了这个文件 若烧成这样了 公文包确定没有被焚毁吗 美军港口指挥部还在做鉴定 文件要是被烧了 就未必是共产党出的手 不要心存侥幸 美军把攻防部署全部作备了 我们相应的修改也要跟上 那动静就大 万一特调局的高层 有中共的内线后果不堪设想 跟北平介绍一下 青城局的情况 参与约翰少校接洽美军 海军陆战队 在青城防务方案的 与会人员共有五人 他们是 蒋维敏 青城特调局上校副主任 情报处长程中意 技术处长张炳坤 会议记录员舒小梅 和办公室主任秘书范自强 看清楚了吗 为什么是这五个人 约翰少校去姚董妖高地视察的时候 整个行程只有这五个人了吧 行程局的吴主任为什么没有嫌疑 约翰少校带的重要文件 就是吴主任和美军他们一块搞出来的 如果吴主任是共产党 就没有必要做这番手脚了 让我去查这个案子合适吗 正因为你有嫌疑才让你去 正义的主意 张汉民的案子正义怀疑你 这很正常 你的心思我明白 张汉民的生意是我让你介入的 可正义讲的不是你跟张汉民的生意 这一点你我心里都清楚 有的地方你确实讲不清楚 听错 正义这么捕风捉影 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缘故 你想多了 如果你是清白的 那就证明给他们看 这是一场考试 考你也是在考我 明白吗 你要是考不及格 我会亲自到青城去助理你 基本情况就正心 明白了 查的不是案子 而是我 查案就是考试 我也要看答案 你的任务很明确 军法加规 绝不容忍内贼 我得回趟家 拿点东西 这么一折腾搞得我措手不起 不用了 我已经安排人去接用你了 今天就送 美军要求我们下月河岸 今天已经是二十六号了 郑介明还专门派了一架飞机 这活的来头真不小 连国防部次长都惊动 案件 政治上很敏感 牵扯国家关系 是大局 具体情况 你到青城以后 无主人会给你接杀的吗 cheers 热门大虾松江五 糖醋鱼基 教花菊 毒毒毒毒恐 侦孔 治空你来得 抖 抖 就取不得 主任 进来 来得正好 你懂美食 看看这个菜单怎么样 这种行为 能问候正经吃得得不错 特派人不会计较这些 说你笨 你还真笨 人和人都一样了 那是听错的女婿 你还真笨 什么事 去了美金港口指挥部 安德森不见我 美国人不愿意谈 任何案子上的情况 死了个少校 有点情绪 正常 主任 您是不是亲自去呀 先吃萝卜蛋操心 特派人马上就到 让他去处理 该吃吃该喝喝 你中午不还有个约会吗 吃高档一点 善点打三 真说还连饭点都忘了 小叔啊 人不错 是我老家的一个远方亲戚 关键是人靠得住 主任 咱不说这事行吗 别再挑三前四的了 到年龄了 就该有家 那我先走 好的 谢谢 谢谢 你好 这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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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号标 是 这号标 进入 有结论了吗 汽车起火前 约翰少校的公文包 已经不在车上了 泄密了 对 要马上拼过泄密范围 确定修改方向 特调局有共挡内应 不把这个人找出来 还会嫌疑 还会有第二个约翰案 你说得对 现在只要转破方向 应该是集中到特交局内部 我有个建议 京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 立刻集中 封闭审查 你说这美国人 他怎么就那么金贵呢 去年行政术杨处长 也让共产党打死了吧 那不是草稀一卷 说埋就给埋了吗 后来他媳妇还在咱局里闹 嫌妇已经给少了 侮辱人 巴一巴掌该打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儿的鸡翅特别好吃 多吃点 这沙拉也特好吃 你多吃点 我看你一直都没动 你吃 不好意思 我帮你擦擦吧 我给你 没事 没事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外面一团乱 你也没闲着 没想到啊 还能再见面 约翰少校的案子 美军方面由我直接负责 检测结果出来了 汽车起火前 约翰少校的公文包 就已经不在车上了 肯定被人拿走了 你谁啊 已经开始查了 我们启动了内部调查程序 美军刚钩指挥部 已经直接进入调查 什么意思 我以美军联络官等身份 常驻清证特点局 直到办案结束 每一个和约翰少校 开个会的 都有嫌疑 你是记录员吧 也在内 都有嫌疑 那又怎么样呢 立刻集中 接受审查 什么 这是你们吴婚才主任 刚刚签发的受审令 我呀劝了你好几次了 再不下手 可就晚了 吴婚才贪污脸财的事 我已经告到了 左台侍卫室 他完蛋了 不过 那个人可是个江湖流氓 什么下三嫩的事都整得出来 老熊啊 你还是要当心点啊 他吴婚才算个屁啊 我蒋维敏也是有背景的 没事喝酒呢 那是那是 来 追走 你们 你不认得我是谁吗 快上报呀 长 怎么回事这是 对不起 凤吴主任送的 荆江主任 跟我走一趟 死个滚蛋 把枪拿开 放开 走 都是自己的 没你的事 干嘛呢 老子是你的商人 你放开我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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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要告你 老子要告到国防部 老子要告到董南那儿 走 混蛋了混蛋了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不好意思 董处长 翻秘书 您的方言在这边 请 都害谁啊 都害谁啊 都来啊 都 情报处长也在 这下急活了 开门啊 我 美国人已经借入此案 南京方面相当重视 所以 只要我现在委屈一下女儿 甭来这套 什么屎尿盆子都往我头上抠 你应该清楚 我蒋维敏是有来历的 这里的条件 是简陋了一点 不过没关系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我会让孙多利他们去办 好啊 那你让我直接给南京国防部打电话 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 一切都得等特派员来了之后 由他处置 什么玩意儿 你 负责二楼 你们俩负责外围 记住了 有接近会馆 图谋不轨的 格杀勿论 是 是 吴主任 这个院子要加强监控 你 孙德利 宋强 轮流指摆 不得出半点儿纰漏 吴主任放心 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还能担心 这次啊 你能担心吗 我都差了 我给我安排你 我还把我都给你 跟他都是 你还担心吗 我看你 你还不担心吗 我最欠心吗 就是 你也是 秦城已经先采取了一些措施 就等您了 班长已经坐在炉子上了 该怎么考怎么考吧 我听说丹尼在秦城 也参加了一些学生活动 做青了 这次学校处理好 千万不能让共产党 把他拉过去 我们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 家里真要出国共产党 那就成效了 这丫头 竟胡闹 余处长 我来拿回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都在这里 这不是我的大伙计 你的那只正处长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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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东西她拿走的 我的东西她拿走的 对 有任务要去探清晨 听说了 对 我来说 你想ла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证明是死在我手里 我在查 你我共事多年 这么想恐怕没道理吧 我相信我的直觉 直觉 我跟张汉明的关系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家危难至极 你我还是要 精诚团结 不敢劳您大驾 我的那只呢 这只 对 不对吧 你要的那只 但是 上面应该还刻着一行英文字 男人一直在爱 因为男人 男人只因浪漫 而牢记爱情 对吧 郑处长 还针对这件事上心了 不敢不上心啊 你要是个有身份的 那就是心腹大患 可惜那只打火机不是我 是张汉明的 是他的 可是 他给了你 你也拿走 你的工作不够细致 那只打火机 我没收下 那就奇怪了 现场没有 张汉明身上没有 他家里也没有 那你就应该继续找 仔细找 你都拿走了 那我还怎么找 要是你搞错了 是吗 张汉明都已经死在我手里了 还不够吗 你可不得了 你这不太乱了 我不是的 走 北平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一点想误会 昨天中午你一直没回家 我怕火热雾点 所以就过来找你来了 我看所有的人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劲 早上六点钟爸爸才打电话回家 以前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啊 部里部有老爷子照着吗 你就别瞎琢磨了 我能不琢磨吗 你这个人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边 有什么话你跟爸爸说一下怎么了 好好好 沒想到他再去 又准备到你的时间了 这是一个家词 我给你送 Carrie 可以送你送他 你帮我送他 你看这家照片 你送他他 我来送他 你帮我来送他 你好帅 听说清城现在乱得很 现在这个局面哪乱呢 你真是不放心在你 从小什么都不懂 真不该让他离家里面多数 当时我独自一人在清城上大学 对我父亲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 成年以后 我庆幸自己终于远离了困扰我已久的家庭 可没想到那天发生了一件事 把我和父亲的病云再次紧紧连接在了一起 徐东他从来不迟到的 再等等吧 还有一刻钟呢来得及 今天都怎么回事啊都不守时啊 刀具没来千不害我一个人了 我来帮你别着急 那你去帮他 你自己摸摸词 千万别紧张 好 没事 可以 少爷 不 看看 有人 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你怎么才来啊 快点 快点 坐下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警察外面到处抓人 过来差也被抓了 抓你干吗呀 谁知道这帮狗东陷人就抓 要不说我跑了快 快 出来了 走 徐东 你怎么才来 木都开了 走走走走 你帮他 你帮他 我后产了 好 你快点啊 曹徐东 少爷怎么还不来啊 你就别等了 刚看见他上楼去了 这一准又是找大太太去啦 凤儿 你来了 少爷 不 有人 没事 他们都在客厅呢 是来抓你的吗 谢谢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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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动了 不 我不知道 我全部搜 我抓起来 我还跑 相信我 跌下 快 拿走 快 老许东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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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我说什么呀 老许东的下落 他只是我的普通同学 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下落呢 戏演到一半男主角不见了 你会不知道 明明有人看见你把他推了一段 还把目骨拉上去 你还不承认 是 说 曹徐东在哪儿 科长 电压一百五一条好 吴根才 老吴啊 我是陈雪明 跟你商量个事 雪明兄啊 有事直说 兄弟这儿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于北平的千金落我手里了 你说怎么办 什么 许丹尼吗 怎么回事 掩护了一个被通缉的学生 那个人也是约翰案的线索 哦 这可是个烫手山鱼啊 所以嘛 你把他领回去算吧 一杯瓶马上就到 也算你送他一份大人去 雪明兄 人情人情 人情越大 难度越高嘛 老吴 你可别玩火啊 雪明兄 放心吧 兄弟心里有数 多谢哥哥提醒 改日我登门面谢 再见 怎么样 安排妥了 金湖会馆安排了个警卫牌 提示不漏 老蒋呢 江苏主任有点闹腾 没办法又给靠起来了 说是写了一人 其实全是大爷 一比一个难伺候 主任你放心 有我呢 去 去机场 对 纵族几个大爷 迎来一尊佛爷 这下清政特调局 可有好戏看了 好 清政局还真够冷清冷 按照美军的意思 人全关起来了 就等特别人来试 这是我太太 余太太 幸会 到了清城 好 这算回家了 走 到局里上老见 谈战情况吗 共党几次要搞共放诺术 都没成功 没想到局员这次 在内国人身上动了手 听说你把嫌疑人都抓起来 有证据吗 也谈不上什么证据 说起来活该我们倒霉 谁让这个约翰少校 最后是从我们这儿走的呢 这下好了 清城局上上下下 都承诺嫌疑人 得集中室 关在哪儿 近乎回关 大约还不错 在市井查清楚之前 毕竟还是自己人吧 吴主任立场还是要坚定 毕竟都是嫌疑人 哪能这么松散 摆送内警 全城监控 连说句末话都会记录在案的 打倒露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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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卫护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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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学生游戏 哪来的不来的事 打倒露台 打倒露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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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像也参加了 这次学生运动 不会在里头吧 灿鲤 从小林净 不喜欢沢场道闹的 应该不会的 怎么还开枪啊 岳太太 地方上就是乱 不过说起来 这些学生不也是为了国家好吗 吴主任这话不该说啊 这些学生就是太幼稚 不知道天高地厚 有一个情况 恐怕事先得跟特派人同个气 禁北司令部 刚才有一起行动 就是针对学生的 跟约翰的案子有关吗 他们有一条线索 说是找到了约翰少校的公文包 但是公文包里的东西都没有了 现场有一具尸体 竟被司令部确认死者 是共产党的交通员 他和几个左倾学生走得很近 其中有一位叫曹徐东 抓捕 曹徐东的时候 他正和贵府的徐小姐 在剧团里一起演戏 是不是出什么误会了 相亲我还不知道 吴主任有话直说 不必吞吞吐吐 没想到的是 曹徐东剧普桃王 是徐小姐掩护了他 丹妮被抓了 月团团 出事之后 我马上给警部院司令部 打了电话 可惜我们历史关系不通 说什么他们都不肯放人 卑平 丹妮可是很倔的 从小受不了冤枉 先去警备司令部 警备司令部有个学运组 专门负责学生运动 我们没法查证 政治部主任是叫陈雪明吗 是叫陈雪明 您认识啊 这个人怎么样 手腕很强硬 而且一向和我们不太对付 吴主任 这位是警备司令部 政治处学运组合客人 我是于北平 徐丹妮的父亲 请 丹妮 这是美国玻璃 很厚 里面看不到外面 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我进去 余太太 城主任下了死命令 就算挖地三尺 也要找出曹徐东的下落 谁也不能见 职责所在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也不能进去吗 可以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跟他们都交代清楚了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掩护了一个共产党 我不知道曹徐东同学 是不是共产党 我只知道他是个 有正义感的学生 谁是共产党 不是你说了算 你只管告诉我 曹徐东现在在呢 我不知道 那你把他的住址 把他朋友的姓名都写下来 曹徐 你真的要我出卖自己的同学吗 你少废话 快写 根本就不是我爸 什么 你就是个特务 陈主任 给你添麻烦了 特委员 太客气了 徐小姐是特委员的钱金 这件事情 统论统论 徐小姐的问题是放曹徐东逃跑 他如果能把曹徐东下落告诉我 我立马放他 孩子我已经问过了 他确实不知道曹徐东的下落 你让我把他带回去 我问出答案了 马上向陈主任报告 陈主任 特派员可是徐厅长的女士 这点面子总得给啊 这个事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按说 特派员已经来了 从南京来了 这个面子我必须得给 但是特别可惜的是 但是特别可惜的是 昨天晚上我已经把 这个案子汇报给丁付死了 罗教官 现在我没法擅作主张 吴主任 你回避一下 我跟陈主任聊几句私访话 好 老爷 陈主任的情况 多少还是了解一下 我记得陈主任是在1140当过副团长 特别人给1140还有袁远 袁远谈不上 彭佑国讲过一个故事 很荒唐 说当时有人为了苛扣军饷 抓捕了启南及周边寺院的 五百余名和尚 冒充士兵点名 有这个事吗 太荒唐了 可能有这种事吗 荒唐的事还有很多 民国三十五年 还是在你们警备司令部 有人私自抛售了 二百余支美式冲锋枪 五支枪 一两黄金 特派员 什么意思 我听说陈副主任 厌抚不浅 新娶了两方姨太太 在北平的安定门内 和上海的吉斯菲尔路九号 都置了大宅子 发了大财啊 怎么着陈正门 也不 你还是要去 反正 跟你说 都给你 都给你 Ke 打你怎么样啊 放人吗 我父亲刺客的心情极其复杂 星成是针对他的一个局 他做好了充分的心地准备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踏进这个局的第一步 就是打了自己的女儿 余太太 不必忧心 先歇歇脚 刚才特派员已经给陈雪明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他现在啊 就是在撑个面子 都怪我当时不坚持 不应该让带你一个人来清诚读书 余太太 你就放心吧 陈雪明有暗示 两个钟头之内 徐小姐就会平安护家了 刚才你们在里头说什么我听不到 你怎么打的你了 清诚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方案假 目录 一 总纲 二 美方义务及部署 三 中方义务及部署 四 共军态势 五 基本战略和战术 六 还要多久 余处长已经到清城了 一 二 你 一 二 二 记得民国二十八年 北平在上海区负责情报 我和郑明跟他打配合 有一回出了事 北平为了掩护我和郑明 被五十几个日本先兵 围在眨北的名声银行的地下仓库 插池南飞 然后呢 日本先兵搜了一天一夜 就是不见综艺 那他是怎么逃走的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你觉得清晨困得住他吗 这份卷子必须得加料 一旦落在公军手里 还得让他们信以为真 北平 天临 高兴 谢谢 谢谢 瞧瞧这院子 还算清静吧 就临时地住个十天半个月的 这么高 太奢侈了 就算是临时住 也该住得舒适一点嘛 这房子 甭说现在 隔两年前你问我要 我还真拿不出手 不过现在江山都是我们的了 一两套房子算是吧 这儿离青城大学远吗 附近有一路电车 直风青城大学 特派员刚到青城 就出这种事情 困材身为地主 太没面子了 应差养错的 怎么能怪困材兄呢 请 二位 五里请 五困材 对于北平实行一级监控 二十四小时全程记录 钉死他 他外人已经安置好了 我正陪着呢 比北平问题很严重 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 马上布置 有困难自己解决 好 那我越正会 对啊 是锦辈司令部来电话吗 他们怎么处理丹尼啊 特外员 余太太 警备司令部已经答应放人了 徐小姐正在往这边过来 玉碧平了 看来清晨不欢迎你啊 刚到就给你来个下马位 余太太 误会 纯属误会 余太太 这房子看上去怎么样 和你的意义吗 房子挺好的 在南京也很少见的 最早啊 是个德国人见的 听说还是个理事 余太太 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 走 我带您参观参观 没心情 这屋子原来的主人是谁啊 啊 叫黄春水 表面上是几家房制厂的大蔡东 真实身份是中共青城工委书记 几天前已经被处决了 所以这房子一直闲置着 没有人敢住 贵浪费的 妈 还好吧 没事 其实你爸爸是为难的 有时候做一些事情 是给别人看的 他省我的时候 他拿我当他女儿了吗 你不懂 这一次你去青城 尽快给伪平一个结论 好让停座放心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当他是来青城走个过场 只当他是来青城走个过场 泡个肝子都赌尽精 可是没想到 他怀里揣了个手楼弹 他怀里揣了个手楼弹 领导菲林 港口指挥部 最年轻的女中尉 案发时他跟着现场 预备评 南京国防部的特派员 过来处理John的案子 幸亏 特派员想了解哪些情况 五年rap 兴登 哦你是谁 estás谁 我是谁就在此时此地 哦不是你不是我不是她 飞鸟已在远方 远方的她和她和她 你们都还好吗 岁月啊岁月 这之间一次揣我心脏 就让我 就让你 就让她长发入了冰雪 就为了你 为了她 为了我 用手一杆秘密 我自己双手伤 我让她们彼此注意 最后的眼泪交给谁 青春追击风 想呼吸 看日出云再开 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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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着星辰大海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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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疯狂时间 谁能读懂得这种 忧伤的意义 多少你不肯 忘怀 我回来 我回来